好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来进行这一题 这一题让这位小朋友困惑的是三个字 就是平行线 据我所知许多小朋友都很困惑 好我现在跟你讲原因理由 为什么你会觉得很难接受这个题目 因为比如说我们这样子讲这个平行线 三个字 我们从小四小五小六开始学 当然只有小五小六那个地方 会特别跟你讲平行线 都是题目跟你说它是平行线 有一个两个线段它互相平行 已经跟你讲是平行线 可是呢今天这个题目是说 你帮我判断一下它是不是平行线 以前是跟你说它就是平行线 那么都没有跟你说过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线段 要叫你去做判断 所以你这样子就比较难下手了 好比我现在跟你讲说它就是平行线 你是不是就很好写了 那现在叫你判断就难了 那么要怎么去判断平行线呢 可以从两个地方找手 我们在国小学的是说如果说甲垂直饼 我讲过很多次了这概念相当重要 所以我就跟你讲很多次甲垂直饼又垂直鞠 饼又垂直鞠 那么我们就说甲平行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它可以运用到很多的题型里面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前面的单元在学这个平行线的这个结线 结线跟结角的部分有学过 如果说内错角相等 内错角相等 或者是同侧内角互补 或者是同位角相等 如果说这三个条件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它就是一个平行线 各位亲爱的同学请注意啊 当你在做判断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判断两条线平行呢 有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是这个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说它是平行线 如果说是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你也可以说它是平行线 好 这一题呢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求它 那么去在这个国二下国三上的时候 会有一些证明题 某些证明题是这样子 它会叫你说 一证明线段相等 第二个证明角度相等 第三个证明两个线段垂直 如果说人家叫你证明说 AB线段要垂直C株线段的时候 其实是在叫你去求 假如有其中一个角度 它会等于90度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说它是垂直 另外还有一个证明题是 你帮我证明AB线段要平行C株线段 就你如果说不转个念的话 你要去证明这样子的题目就很难转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转念 转念什么 其实它是要叫你证明说 内错角相等 你如果说有证出内错角相等的话 你就可以说它是平行线 用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来做这样子的题目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你看以这一题来看 它是平移下来 这里它是平移下来 平移下来以这个线段 这个线段和这个线段 它说它们两个平行吗 你有没有看到同位角相等 这个地方同位角相等 因为它同位角相等 所以呢它就平行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是不是 这样有没有懂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题啊 以这一题来看 以这一题来看 A株跟这一条线来看 这个是相等的对不对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是相等的 那么因为这个条线跟这条线 有一个对顶角 这是对顶角 对顶角对不对 那么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这个结线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位置 这个两个位置是什么 是同侧内角 同侧内角如果互补的话 同侧内角如果互补的话 我们才说它是平行对不对 可是你发现这两个同侧内角 它有互补吗 没有 这两个同侧内角是怎么样 它是相等哦 都是等于角A嘛 这里是角A 这里也是角A 它同侧内角相等 那么它就不平行 这样子有没有懂 好今天介绍到这里